记者苏孟娟台中报道,门外汉家农也能种出一片天。 35岁的建筑设计硕师胡志宏,原是在台北长大的都市小孩,因向往过简单生活的浪漫想法,连锄头都没看过的他,六年前从零开始学当农夫,坚持友善土地,物农法的他,曾面临虫海,让农收仅剩两成,引进生物方式有成,或选百大青农。 今日更过世俘表扬,胡志宏因爱迁居台中学的虽是建筑设计,却因想过单纯的生活,正好岳父是农家子弟,决定挑战农业,但建筑设计硕士的学历加上又是来自都市的门外汉,他想当农夫的决定,跌破不少人的眼镜。 在岳家亲友协助土地下,他开始尝试农作生涯,先从学种番茄,蔬菜开始,因学设计,讲究色彩美学的个性,促使他种不同颜色的农作,想把他的农园变成像北海道多彩花田。 想法最浪漫,起初也发展顺利,种下的植树均很成功,才庆幸当农夫没想象中难时,农夫生涯第二年就遇到虫害挑战,修成仅剩原来的两成。 胡志宏考量科技时代到来,坚持不能再采传统农耕策略,希望能在友善种旨下发展,找寻农业相关资源,引进生物防治技术,渐渐让虫害防治与收成仅取得平衡。 因此玉米三个月就能收成花青素高,符合时下养生饮食需求,它的产品愈来愈受肯定,或农委会选为师。 六年百大青农,台中市政府配合农民结伴表彰大会今日也表扬它。 此外,农二代包括刘其伟首线土地成本增加,设法引进科技让香菇种植向上发展,立体化种植创新栽培或肯定周永凡引进科技克服天后变化因素稳定包括水梨、水蜜桃等水果品质及产量。 农或全国百大青农荣誉也或是福表扬。